只是把这个表单变成什么 变成那个云端的表单 那只是说这一串 这一串把它转移到我们的Android里面 所以要怎么样把那个表单放在这边里面 让OK没问题 那我是在这里面加了一个UIL GET的一个专案 那里面的话 一样加一个ADTES 当然送出的时候 就去抓一下里面到底输入了什么 然后呢 再串接什么 串接那个UIL的那个参数 那个参数部分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在这上面先try一下 看看会不会OK 如果OK之后的话 再把它转移 把那个Localhose把它改成实体的IP 这样应该就OK了 那我把刚刚的部分 不过我的环境是这样 因为我这边的电脑 跑那个模拟器跑4.x的 几乎是跑不起来 所以我用2.33的模拟器 所以这个环境不 不过应该 这个应该也影响不那么大啦 不过可能还是也会有问题 所以你们尽量看看 如果说环境部分 如果是4.x的环境 看看等一下再看 有没有问题 OK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抓到一个 Keyword之后的话 按下送出 那我希望可以抓到您输入的是Terry 有没有 那另外你也可以try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 看把它改成中文看看 会不会有乱码 这里的话中文是什么输入 好像这个 看能不能把这个这几个中文 可以把它送出之后的话 那传递回来的 有没有就出来了 但是会有一个 Delay的时间 所以你送给它是UTF8 它回来也是UTF8 那就没有问题了 不要你送给它BigFi 它回来给你UTF8 那就是乱码 所以这边的话 我想特别注意 那里面的话 我大概改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网址部分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IP位置 可能你们自己查一下 不要照打 照打就传到我这边来了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Data 这个参数等于 那我是增加一个ADTest 那刚刚我本来是把那个 串接 串那个StreetUI 放在这个方法的上面 那我发现会多出来 所以我后来是把它改写 在方法的这个地方 我把它串在这里啦 就是在 当要传递给那个HTBGET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串 你也可以在另外建一个变数 再放也可以啦 不过有时候觉得写程式越精简越好 我的习惯上 能写一行就不要写两行 能写两行就不要写五行六行 但是也有缺点啦 会被人说 就是说程式会变很长一串 给这个人习惯问题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切字串 就是说要把BODY BODY 跟BODY之间留下来 其他不要的话 那之前各位可以参考那个什么 台银那个汇率那个部分 不过台银的汇率是有一个STAR的变数 再加一个AND的变数 再加一个TEMP变数 然后最后才是输出 那因为也要串一大堆啦 所以我就简单的把它怎么样 就是直接用MSG里面 直接就index 不用再把结果丢到一个 这个STAR的那个变数里面 直接放在这里 后面加什么 加6就可以 所以这个等同是我们那个STAR 开头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加6呢 因为BODY 它总共6个字元 所以要加6 才会切到正确的 如果你没有加6 变成前面的BODY还在 OK 那后面要到哪里呢 找到斜线BODY 因为找到这里 到这个位置就结束了 所以不用再加6 如果再加6 变成后面的东西会在了 OK 所以直接把头跟尾 用SUBSTREAM把它切出来 最后就出现了 我们要的结果 就不会有一些什么 一些有的没有的这些换行符号 那另外就是说 将来有可能会遇到就是说 换行符号在那个网页里面是BR 对不对 BR斜线 那将来你要怎么把它改成什么 在那个 在SUBSTAR里面不能 所以你要把它再REPRESS 把它转换 那这边的话会用到一个 REPRESS的那个方法 可以把它转换一下 最后看到的结果就是OK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另外刚刚有同学 有反应就是说 他可能一直弄不出来 连线有错误 这边有个Source 你把Source打开 然后呢 就直接 看一下哪边 不OK的话 你就把那个部分 把它适量的 Ctrl C Ctrl V 应该可以弄出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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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